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实际上从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 就已经有许多国家开始试验这一惊人的未来武器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 今天的电磁炮早已从电影走向了现实 它的技术变得非常成熟 几乎马上就可以装备军队 不仅如此 在今年的八月 有媒体还透露了一条消息 成日本也在秘密地研制电磁炮 并计划将它装备在坦克和军舰上 那么这仅仅是一种炒作 还是确有其事 日本秘密发展电磁炮一旦成功 将会对东亚局势产生怎样不可预料的影响 日本研制电磁炮的背后 到底有怎样不可告人的目的 就有关话题 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 2009年上映的科幻电影 变形金刚2卷土重来中 有数个霸天虎组合而成的巨型机器人 大力神爬上埃及金字塔 企图打开能够摧毁太阳的超级武器 千军一发之际 美军启动了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上的电磁轨道炮 一炮就把爬上埃及金字塔顶的大力神冲得碎碎 其巨大的威力让人瞠目结舌 实际上就在变形金刚2卷土重来上映的同一年 2009年10月 日本防卫省在东京召开了一次绝密的研究成果报告会 报告会上曝光了几张图片 引起了舆论的极大震动 从图片中可以看出 日本正在考虑研究一种 可以发射200到300克弹丸的小口径电磁炮系统 与此同时 在报告会的PPT中 还多次提到了如何使用超导线圈提高电磁炮的性能 甚至还比较了铜、铜污合金和木等材料做轨道的不同特点 无论是电磁炮的体积 还是其所需的强大能源 这显然是一个只有安装在军舰上才能发挥作用的新型火炮系统 然而让人感到奇怪的是 报告会的网页却把这个系统挥累在陆上装备中 由此引发了舆论极大的关注 有媒体据此推论称 日本可能正在研制一种全新的电磁炮系统 准备装备在无人战车上 相比于传统的电磁炮 这种新型武器不但重量轻 体积小 而且仅需要极少的能源便可以多次发射 非常适合作为下一代无人战车的主炮 我们看到的最近有消息说 日本正在研究的是小口径的电磁炮 并且准备装备在无人的坦克上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消息 您觉得靠谱吗 因为我们知道坦克主炮的炮弹的重量往往在40公斤左右 当然有30多公斤也有更重的 你现在这个电磁炮样炮 它的这个主炮炮弹只有两三百克 这显然不是一个数量级 那么如果你要基于这个东西 直接装在现在现有的坦克上 肯定它太小了 所以从防卫省公布这个消息的情况来看 它有可能是给将来 未来的主战坦克的主炮做样级 就是测试原理 首先这个东西如果作为一个研制计划 或者像刚才刘老师说的 做个小项目 应该是可以形成同意 因为现在美国人就搞出这样一款 大概口径是一英寸的 也就是两厘米多一点点 这么一个小的这种算是小电磁炮 而且今年年初还做过一次试验 试验还比较成功 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它打算做的就是这么大的东西 这个大小东西用来干什么 就是装在一个比如说 无人的驾驶的一个小的装甲车辆 当然你也可以叫做无人坦克 然后用两三百克的炮弹 也能发挥一些作用 比如说在一些小的这种战场规模里 你打一下对方的攻势 或者起防御的作用的时候 你打一下对方的轻型的装甲车辆 这是没问题的 这两种可能性都有 但是我觉得我倒是有疑问的 他弄这东西干嘛用 因为刚才分析了 可能来干这个干那个 从目前的坦克水平来看 融合音量比较不错的三代坦克 都完全有能力保证能击穿对方的装甲 我能打穿你 你也能打穿我 那么从能量上 这种小口径的电磁炮 是否适用于无人坦克 能量假如来说 因为刚才刘老师也提到了 这个弹丸 这个刻数太小了 几百克的小东西 二三百克的小东西 甚至可能将来做得更小 那么它的力量来源于什么 或者它的威力来源于什么 就来源于它的速度 它的速度很大 那么要速度的话 就需要以能量来给你提供 那么从现在的坦克来看 120毫米口径的火炮也好 125毫米口径的火炮也好 它的能量要求是非常高的 那么这样能量 这么高的能量要求 趁它整个做样机的体积来说 能不能放在坦克上 或者别再说放在无人坦克上 所以我觉得对你们疑问 还是有一些 但是作为一个 趁电磁炮的一个探索 或者说作为一种技术 开发技术研究 还是有价值的 我们看到这个小口径的电磁炮 能否装备在坦克之上 可能还是一个问号 但是对于相关问题的讨论 其实不是空穴来风 因为在2015年 日本的防卫预算当中 就清清楚楚的写明 有研究电磁炮的项目 2014年8月29日 日本自卫队正式对外发布了 2015年度防卫预算概要 提出了明年陆海空三自卫队的 采购项目与预算项目 虽然自日本自卫队成立以来 都是以防御战为核心 专守防卫 但是从明年的防卫预算概要中看 随着水陆两栖部队着手组建 F35加速购入 重型对地导弹等一系列新装备 立项研发 日本自卫队专守防卫的作战思路 正在逐渐改变 朝着具备进攻性的目标前进 与此同时 据媒体报道 在日本2015年防卫预算 进攻性武器研发的第三项中 首次明确提出了 研制先进电磁炮的计划 据媒体报道 早在十多年前 日本防卫省所属的 多个高科技研究所和院校 就已经预先展开了 电磁炮的基础研究工作 并已经取得了一部分成果 如今 日本正式在防卫预算概要的 官方文件中 提出研制电磁炮的计划 说明它的技术储备工作 已经接近完成 仅仅只需要投入大量资金 便可以制造出真正的电磁炮 不过 对于日本电磁炮 未来真正的用途 不同媒体 却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解读 据日本媒体报道 未来 日本的电磁炮 将装备海上自卫队的水面舰艇 主要用于军舰的禁防系统 拦截对方来袭的战机和导弹 而部分美国媒体则认为 结合电磁炮研发 都是以对地攻击为方向的情况来看 日方必然也会将其用于对地攻击 我们看到刚才通过我们的讨论 在坦克上能否安装电磁炮 可能还是个问题 但是现在换到了军舰上 有消息说 日本正在研究 可以装备在军舰上的电磁炮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 您觉得靠谱吗 比较于放在坦克上 趁电磁炮目前固有的这些特性来看 可能稍稍靠谱一点 因为从电磁炮的研制来看 它的整个的设置 所有的装置的体积量是非常大的 那么放在军舰上 军舰的空间 相对来说那比坦克要大得多得多了 而且特别是一些大型的军舰 这个可能性是可以有了 那么第二点就是从能量上的保证上 这个船 特别是它自己有一个船机 甚至还可以自己发电 这个电力保障上 肯定要比坦克要好得多 但是现在目前世界也有问题 因为电磁炮也搞了20多年了 从过去20多年来看 几乎是到今天 不管是欧洲也好还是美国也好 它都没有把一个像样的电磁炮 能装在一条船上 为什么呢 船上这些电力 98%是用来对船的推进的 而电磁炮需要用的电量 估计别船的推进的电量 能量还要大 那么怎么来去提供这样一东西 这是需要面临的一个新的问题 那么对于研究电磁炮 日本给出的说法是用于禁防 那么您觉得根据电磁炮的特点 这种说法是否可信 这个其实是有一定的可信程度的 因为电磁炮它的特点 实际上就是它赋予弹丸的飞行速度特别快 那进防你现在主要的防御对象是谁 是对方的反舰导弹 现在新的高超音速反舰导弹 已经可以达到三倍音速 甚至更高 再延的还有更高的射速 就是飞行速度的 这个速度的反舰导弹 你用防空导弹去拦截 其实难度是很大的 因为你防空导弹大概也就飞到这个速度 那么实际上相当于你用子弹打子弹 那么它难度很大 你有什么办法 你有两个办法 第一就是所谓的定向能武器 定向能武器就是激光 或者是粒子树 这样的所谓就有点科幻色彩的这种武器 第二种特点的这种武器 就是所谓的动能武器 比如说传说中的这种 所谓的电磁炮的这种理论体系 然后你赋予一个弹丸 非常高的发射速度 比如说六到七倍的这个音速 那么几乎相当于指哪打哪 就像激光一样的速度 这样你不用考虑提前亮 直接就可以拦截对方的 来齐的反舰导弹 这种情况下 那就是你把电磁炮用在进防 这个说法是可信的 但关键问题在于 你的电磁炮 就是如果你把这套原理搞通了之后 这套原理可以既用于进防 也可以运用在将来的一个进攻 这个是具有攻防两用的能力的 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 就是说现在的作战 除了你的作战能力 你的导弹 你的火炮的作战能力之外 还有一个探测的问题 火炮的射击 你肯定受着地球取利这种影响 航母上它有预警机 它可以进行远程探测 所以它的探测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说看 我觉得即使它搞成这样的东西 它也不一定会去搞这样一个大尖巨炮 没有太大的价值 但是倒是有一种 未来的发展趋向 就是电磁炮 会不会融入到航母作战体系当中 我觉得如果有了那样的一天的话 那航母作战编队的这种能力提升 可能就不是我们今天简单能够想象得到的 刚才刘老师说的 那航母上和东西有了事 那把那个反应队往那一放五十年不用动 所以这个应该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发展走向 所以我们看到日本研究电磁炮 不仅仅是用于防守 更多的还是用来进攻 另外我们看到 其实对于日本研究电磁炮 其实还有另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猜想 1945年4月6日 以大河号为旗舰的日本第二舰队十艘军舰 在伊藤整伊海军中将的指挥下 从赖湖内海西部的德山茅地起航 企图对登陆盟军进行自杀性特攻 大河号是二战日本海军联合舰队 最为强大的战略舰之一 舰体全长263米 舰宽38.9米 持水深18.915米 满载排水量720808吨 大河号以其巨型主炮闻名于世 其主炮为三连装940 45倍径460毫米口径舰炮 两座三连装炮塔配置在前甲板 一座三连装炮塔配置在后甲板 除此之外 据媒体报道 大河号每门炮口携带100发炮弹 装药量330公斤 九门主炮若同时指向一弦骑射 其后坐力高达8000吨 足力掀翻一艘巡洋舰 然而 就是这样一艘超级巨舰 在航行至日本九州岛 鹿尔岛西南海域时 却遭到美军航空母舰 舰载机群的集中攻击 最终被10枚鱼雷 以及24枚炸弹命中 大河号迅速轻覆 并发生爆炸沉没 然而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大河号战略舰沉没之后 竟然称为日本右翼 为军国主义招魂的道具 不但频繁出现在 日本国内拍摄的 各种影视作品之中 而且还被一再赋予 新时代造就的各种先进武器 日本研制电磁炮的传闻 经媒体曝光之后 许多日本媒体就匆忙猜想 利用这一科幻的未来武器 重新打造大河号战略舰之后的样子 我们看到现在这种参想 其实就是说 日本如果对于电磁炮研制成功的话 那么会不会出现类似于大河战略舰 这样的大舰巨炮出现呢 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 因为电磁炮它有它的固定的作用 比如它的弹药便宜 你可以反复的发射 然后射程相对于 普通的常规的火炮比较远 能打比较远的目标 但是它的弹丸能打得再远 也肯定没有导弹飞得远 所以它能够覆盖的火力 就是这个拳头它能起的作用 是有限的 它有它特定的一个定位 所以即使日本人搞出来一个 比如说大口径的电磁炮 那么它必然是使用在一种特定的用途上 比如说大型的驱逐舰 甚至是像巡洋舰这个级别的军舰 装一到两门 然后主要就是在对方的陆地附近 对地攻击 就是对有海道路的火力支援和压制 这样一个作用 但是不大可能再会出现 像大核耗战略舰那样 比如说搞一个四五万吨的大战舰 然后放各三连装的 这样的大口径的电磁炮的主炮 这可能性有不大 它觉得这个东西出来以后 它搞这样一个大炮巨舰 它就可以取代航空母舰 我觉得骨子里才有这些想法 实际上它一直在它的眼光当中 因为它自己搞不了太大型的航母 它觉得有这样一个东西 如果可能比航母还厉害 实际上日本我感觉有点天荒夜谭 当然吧 或者是吹流不上睡 我们可以来比较一下这样一个东西 即使说电磁炮能搞成功了 现在美国人提出的指标是2025年 大概还有十年多一点的时间 能够把电磁炮的最远的设想 能搞到370公里 370公里就刚才刘老师说了 那导弹比它远的多了多了 再加上我航母有舰载机 我一架舰载机出去 现在像35B这种的 那都是1000多公里的作战半径 所以说从这个作战能力来说 它肯定是达不到 肯定没有办法跟航母比 但有一个问题很值得 我们说一下 就是因为电磁炮非常耗电 那么根据现在的燃油发电 比如说用燃气轮机或者蒸气轮机 当然柴油机 就是这几种主机支撑的军舰 实际上它很难撑得住电磁炮的耗电量 很有可能它得用比如说核动力 这种动力的军舰 用电磁炮或者激光炮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就是它电能的供应比较有保障 从这个角度说真有可能 如果它要用电磁炮的话 这个军舰可能会很大 这个确实是有可能的 那么除了电力供应是一个问题之外 现在其实我们还应该讨论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电磁炮它的威力 究竟有没有日本所说的那么舍乎其身 我们看不管说电磁炮未来发展方向如何 但是可能对于日本来说 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另外其实在太平洋的另一端 美国对于电磁炮的研究可以说非常的成熟了 接下来我们去了解一下 2014年7月8日 由美国海军组织 由数十个国家上百艘舰艇参加的环太平洋军演 正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如火如荼的进行 此时 在相隔数千海里之外的圣迭戈戈地 美国海军的一艘联合高速船 米利诺基特号 却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原来 在这艘高速运输舰尾部的直升机起降平台上 出现了一门电磁轨道炮的原型 这是电磁炮这一新型武器首次上舰 它的出现 预示着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将到来 每日竞相研制超级大炮 电磁发射的普通弹丸 到底将掀起怎样未曾预料的风暴 你现在这个电磁炮样炮它的主炮炮弹只有两三百克 这显然不是一个数量级 未来武器加盟无人坦克 最新科技携手战舰共同返导 多种装备能否成为电磁炮的先进平台 但是我觉得我倒是有疑问了 它弄这东西干嘛用 中国电磁炮再次曝光 它是否真的已经超越美国 成为最接近现实的科幻武器 那比如说我们的像大西安岭这种地方 它的这个面积非常大 那么你电磁炮设计的这个范围不是很远 设程很远吗 日本打造电磁炮究竟会不会改变东亚地区的军事实力对比 沙场推出 一名惊人的超级大炮正在播出 军舰搭配电磁炮 这样科幻的一幕突然出现在眼前 让人们是大吃一惊 不过所幸美军米利诺基特号所展示的超级武器 仅仅是一个样品 并不具备真正的作战功能 不仅如此 有媒体称 就连米利诺基特号运输舰也不是未来真正要装备电磁炮的黄金搭档 它只不过是临时被拉上场客串了一把 真正的主角还在远在数千里之外的缅因州巴斯钢铁造船厂 2014年7月8日 加利福尼亚州圣叠戈戈基地 美国海军在一艘联合高速船米利诺基特号的舰尾直升机平台上 展示了由英国BAE系统公司和通用电器公司联合研制的电磁轨道炮原型 不过据媒体透露 米利诺基特号高速运输舰上展示的电磁炮只是无法射击的样品 它的出现仅仅具备有限的象征仪 实际上根据美国海军的装备计划 电磁炮将被首先应用在下一代驱逐舰朱姆沃尔特级上 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是美国海军下一代水面舰艇的中间力量 其满载排水量超过15000吨 外形隐身装备颠覆性的雷达电子设备和导弹武器 不过改建最大的亮点就是在舰守装备的两门具备隐身功能的电磁炮 据媒体报道 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的电磁炮系统 由英国BAE系统公司研发 炮管长12米 射程为370公里 据媒体报道 改建装备的电磁炮 不仅最大射程已经超越档蛋 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装备的电磁炮 虽然性能十分先进 但是却遭遇了一个意料之外的难题 据媒体报道 早在2009年10月 美国军方就声称将在首艘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上 安装测试新型电磁炮 然而 由于该炮研制过程中问题频发 材料无法过关 距离服役尚远 为此 在朱姆沃尔特级首舰下水时 博德布林时使用普通的155毫米舰炮代替 我们看到美国的电磁炮 可以说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很成熟的地步了 同时朱姆沃尔特驱逐舰 它可以说也是电力推进的 在电力上不成问题 但是好像两者结合在一起 就总有困难 怎么说呢 西红柿和鸡蛋在一起可能是很好 西红柿和黄瓜放在一起也没太多的问题 但是西红柿如果跟青菜在一起炒 我估计没人会愿意这么去吃 因为有些东西不太匹配 那么舰 从这个电力提供或者全面推荐的舰艇来说 电力提供应该问题不会太大 基本上可以保障 但是炮现在它本身也有一些问题 因为我们来看到美国人现在做的 所有的这种电磁炮的发射试验 都是单发的 你不可能说我把电磁炮放在舰上以后 我打一发炮弹 完了就算完事了 这次肯定不行 所以它现在面临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样连续发射 比起我一分钟能达到六发 或者是到十发 这样一个基本的发射能力 这个需要具备 但这个路还远 所以我觉得它还需要相当的一段时间 但是我们看到 周末沃尔特和电磁炮 它的结合 到底关键点在哪 或者说难点在哪 实际上首先 我们说炮的进步 进展 就是一款火炮 特别是新概念的火炮 它要发展起来有几个阶段 第一就是原理样机 你首先要确定你科技原理 科学原理是行得通的 这是一步 接下来就是工程样机 就是你不仅是原理 在科学原理上能走得通 你还要在工程上 在技术上证明 你这么把所有的这些零部件装在一起 大概你能把一枚炮弹用大致的速度打出去 这个是一步 再接下来才能说是具体的型号的样机 就是说我针对某一型军舰的大概的尺寸 大概的战术技术的要求 设计了这样一门炮 然后把炮做成炮的样子 然后拿到测试场去测 美国人现在基本上 其实就是刚刚走到原理样机这个程度 连工程样机其实都差很远 那么它即使走过了工程样机 要走到真正上舰 还有好几步路 那么第二点就是对打击目标的一个跟踪的问题 你这个炮弹发射出去以后 你要去攻击飞行速度上百公里的这样一个 对方的战斗机也好 或者对方的对你攻击的导弹也好 你怎么样的紧确的能捕获上目标 那么在目前情况来看 美国人也在尝试一些手段 它现在比较靠谱的就是怎么样 按它的炮弹制导和它的卫星系统定位来结合 但是你们的技术难关 怎么样到底怎么去克服 还有多少节点需要去一点点去解决掉 我们现在还不太看好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在有舰 在右有把炮做得很好的情况下才能够结合 大概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 我个人看怎么也得十年左右这样一个时间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一门炮上了舰 它和在地面上是完全不同的情况 比如说火炮的设计 军舰是会来回的抚养摆动 那么这下面陀罗伊的那套东西 你要跟它匹配 还有就是上了舰之后 你要面对海雾的这种延雾的侵蚀 包括舰上特定的动力和各种各样人员的要求 这个都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上做的 现在美国人就是后边这半节还没开始做 前半就是原理样机到工程样机这一步的路 现在就已经非常困难了 那么从这点上看 美国和日本在电磁炮方面都面临着问题 那么距离电磁炮服役的时间还有很长 也正是因为如此 最近美国也是非常的着急 2012年1月30日 就在日本电磁炮研制计划曝光两年多后 位于弗吉尼亚州达尔格伦美国海军水面站中心内 一座动能为32兆礁的电磁轨道炮 正被秘密运转到室外实验场 美国海军一支特殊的部队将在这里 使用该炮队320公里之外的一个目标进行射击 并进行详细的性能评估 由于整个试验在极度机密的军事基地内进行 对于试验过程外界不得而知 不过美国一家军事网站却意外地透露了最终的事业结果 该网站声称 由这种新型电磁炮发射的炮弹速度是7.5马和 与此同时美国海军一个研究所的网站则写的是 33兆焦能量下弹丸的速度达到5马和 值得注意的是 不管是7.5马和还是5马和 都不是官方正式公布的数据 事实上没有任何官方发言人 明确提到此次发射的速度 随后 有军事专家在查阅这次试验的有关资料时发现 关于速度的问题 有一个比较详细的报道是这样说的 弹丸出唐时的出速度是7.5马和 在空气中飞行一段时间之后 因为空气摩擦力的存在 它的速度在快速下降 最终飞抵数百公里之外的目标上空时 速度可能为5马和 也可能更低 也就是说这门电磁炮在试验过程中 根本没有向320公里外的目标发射或弹丸 而仅仅只是近距离发射 随后根据拍摄视频帧数而推算出发射速度 不过对于这一点 美国军方却给予了否认 我们看到在2012年1月的时候 美国的电磁炮样机进行了一些实验 但是对于这次试验的相关的数据 可以说是非常的模仑两可 甚至有人认为 他们对于这次的数据造了假 出现了一些问题 那么可能在这就问题出现了 为什么美国就会这么干 美国它做这种大的军工的项目 一般都是这个样子 因为第一它对外要展示自己的威慑的能力 所以它在展示自己先进技术的时候 有的时候会加一些水分 比如说像反导 包括在外界一定要觉得它是非常高大上的 非常先进的一个东西 但实际上可能没有那么厉害 另一方面它对内也得对像国会 包括五角大楼 它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交代 就是因为你要说你对外宣传完了 然后你在内部还要说 说我这东西非常厉害 很有可能就会影响将来五角大楼 还有国会对你的拨款 因为他们觉得你已经完成了 后续可能就不再拨款了 或者说你既然已经完成了 好比三年到五年之后 发现你没有干成这个事情 那就会被问责 所以美国人经常它的报告 你可以看出来 它有磨练两口和解释的空间 对外你也可以解释为它非常强 也可以对内解释为 我现在还存在各种各样的困难 所以这次就是能看出来 它的把泡口出速 就是一个原理样机样炮 火炮 你把它打出去之后 它泡口出速肯定是一个速度 那么飞出去一定的时间之后 因为弹药在大气中的磨损 它的速度有损耗 那么到飞行弹道的后期 肯定又是另外一个速度 你说这个速度和说那个速度 同样的弹丸 它的动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你整个的速度差异会非常大 所以美国人在这个里面 就会有很大的解释空间 那么这次其实特别典型的 它的这个军工企业搞这种宣传 和自己这个对内汇报的一个 很典型的一个区别 所以正是因为美国有这样的习惯 所以有些人怀疑 这会不会跟星球大战一样 对其他国家是一个误导 我就接着刚才刘老师那话说 美国这种事情很正常 包括刚才刘老师说的那个反导那件事 对 中东反导难度是非常大的 但美国人怎么反导呢 我把我的目标大传装上一个信号 然后我上去拦截了弹 直接奔那个信号去就行了 但是从这个效果来看 它并不会太大影响 它对技术上的一些探究吧 我觉得是这样的 经过学生结果情况来看 可能原来可能需要十年时间 才可以完成的事情 那么它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 把有一些宣传口径的一些东西 往前去提 那么就回到电子泡来本身来去看了 我倒觉得 这个也不能说 它是只需乌有这样一个东西 因为从目前的科技发展手段来说 不管是能量的提供也好 基本的原理也好 包括一些基本的材料和设备 都具备这样一个条件 而且它的的确是 按这个想法来去想 它往下再去想 它的确是很美妙的一个东西 你看美国人现在想 它至少可以干四件事 第一个是对路攻击 我就可以打地面上 所有的什么弹个端甲车辆 我打了你就穿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可以用来反剑 那么咱们前面也谈到了这一块 实际上后面它两个目标 更远大 一个是用来防空 第二个是用来反导 那么我就可以对你 这个卫星 天上的天洁系统进行攻击 这个过程当中 技术的开发的难度 肯定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说单纯的我们去说 因为它没有 今天可能跟现实和理想之间 还有一些距离 我们觉得它是一个空的 我觉得到必定是件好事 我觉得我们在这个领域当中 应该引起重视 可以先去去做一些技术探索 搞清楚人家的需求 人家为什么 因为从部队装备的开发来说 需求是最大的牵引 有了这种需求 它会做这种考虑 那么我们可以去探究一下 它在源头上 它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需求 我们有没有手段 或者有没有办法 来去满足这种需求 我觉得这是对我们 应该值得借鉴的一点 积极的意义 所以我们看到 美国对于电磁炮的梦想 还是非常有憧憬的 虽然说在通往梦想的路上 还是比较坎坷的 那就在我们来讨论 美国通往电磁炮的路 并不顺利的时候 那么有消息说 我们国家正在研制 自己的电磁炮 2012年6月 有国外媒体突然公布了 几张图片 并声称 这是由卫星拍摄到的 中国在内蒙古某基地 试验电磁炮的画面 从图片上看 两个圆柱形物体的外形 非常类似某种巨型的火炮武器 对此有媒体传言称 中国也在研制高速电磁炮 每日竞相研制超级大炮 电磁发射的普通弹丸 到底将掀起怎样 未曾预料的风暴 你现在这个电磁炮 样炮它的流动 主炮炮弹只有两三百克 这显然不是一个数量级 未来武器加盟无人坦克 最新科技携手战舰共同返导 多种装备能否成为 电磁炮的先进平台 但是我觉得我倒是有疑问了 它弄这方式干嘛用 中国电磁炮再次曝光 它是否真的已经超越美国 成为最接近现实的科幻武器 那么比如说 我们的像大西安岭这种地方 它的这个面积非常大 那么你电磁炮设计的这个范围 不是很远吗 设程很远吗 日本打造电磁炮究竟会不会改变 中亚地区的军事实力对比 沙场推出 一鸣惊人的超级大炮正在播出 几张模糊的照片 几个疑似的物体 竟然在互联网上掀起了滔天巨浪 一段时间内 有关中国正在研制电磁炮的消息 迅速成为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 不过外媒沸沸扬扬 炒作一段时间之后 最终发现这是一次乌龙事件 所谓的中国电磁炮 只不过是内蒙一个建筑工地上的几根钢管 然而中国研制电磁炮的传言 并没有就此终结 它正在更大范围内持续发酵 外媒曝光 内蒙古某地电磁炮试验基地 虽然最终证明 这只是一个乌龙事件 但是有媒体透露 中国确实在进行电磁炮的研制 2001年5月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在京宣布 其承担的国家95重点科研项目 通过国家评审验收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 是中国唯一将大面积双面超导薄膜 应用于器件的材料研究单位 具有稳定提供一定数量 大面积优质双面薄膜的能力 实现了中国高温超导薄膜产业化生产 将能够使中国超高速电磁轨道炮的研究突飞猫进 2006年8月 据国外媒体报道 中国军方在内蒙古某炮兵靶场 对超高速电磁轨道炮进行了首次实验 一枚25公斤重的弹丸 被发射到250公里以外的预定区域 实验获得圆满成功 如果消息属实 这将意味着中国电磁炮 已经在发射弹纹的重量方面 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目前有军事专家分析称 中国电磁炮技术 之所以能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主要得益于中国境内高铁 和磁悬浮技术日新月异的进步 不管这个消息是真是假 我们看到小片的时候 还是感到非常的振奋 另外在小片当中也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高铁和磁悬浮 真的对于电磁炮的研究有作用吗 我觉得这里面 首先可能有一些概念的问题 首先高铁和磁悬浮 这两个原来都是想把火车 提速的这么一个手段 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 基本上国家都放弃去 可能现在世界上也就德国和日本 还依然在去追求这种磁悬浮 或者高速磁悬浮这种发展 因为现在高铁的发展 地球速度是非常快 我们已经解决了 当初想要解决的这些问题 那么从磁悬浮和电磁炮 这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它们俩根本不是 一个概念的东西 磁悬浮列车那是什么 是通过红性相次这样一个原理 把它抬高减小阻力 获得很大的一个速度 但电磁炮跟这个 基本上是不沾边的事情 它用的也是电磁力 但是这个电磁力和磁悬浮 我要用的这种电磁力 不是一个概念 如果说按跟传统的 这个武器来比的话 它只不过是用电磁力 来代替了过去火药的 这种能力而已 只不过是工作的介质 发生了一些变化 我觉得跟前面 跟高铁也好 跟磁悬浮也好 并没有太多的观点 但是好像说到 高铁和磁悬浮的时候 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有人就会问了 那么对于电磁炮的研究 包括对相关领域军事的研究 会不会对我们生活 也产生一些有利的影响 一定要这么说的话 实际上任何军用技术 你都可以给它找出 民用技术的出口 比如说电磁炮这个东西 实际上它本质是什么 是你用电磁原理 通过比如说线圈等等方式 赋予一个物体 非常大的飞行的速度 这个是电磁炮的本质 那么它的难度在哪 比如说你这个线圈要多大 你要供电 然后飞出去这个东西 要打得多准 这是它的关键点 当然我们在民生领域 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 比如你像现在人工降雨 或者是消防 因为现在森林消防 有很多是在使用火炮 打消防弹 甚至是有火箭炮 改装的消防弹 比如说我们的 像大西安岭这种地方 它的面积非常大 那么你电磁炮的 射击的范围不是很远吗 射程很远吗 你可以在整个的森林附近的 一个集中的地方 你部署一个这样的基地 然后你也不用到远处火场 现场附近去发射弹药了 那么你在这个基地这 你知道哪个地方起火 你就直接打出去消防弹药就可以了 但是这就是刚才许老师说 这条技术为什么这么吸引人 就是因为它你沿这个脉络往前推 前景特别美妙 因为电磁炮它解决了本质上 就是人类一直推进弹药的各种技术手段 我们没有什么本质的改进 我们就是一直在改进火药 改进火炸药的技术 这电磁炮等于是把这几个世纪以来 这条路给推翻了 就是说我另走一条路 这个路比你这个路高一个档次 但这个就是因为它技术升级特别大 跨度特别大 所以就需要一个前期的一个 很漫长的一个探索的过程 就像人类从冷兵器到热兵器的 这个探索过程一样 但一旦你把这个东西突破了 那么它给你带来的是一个 非常崭新的全新的世界 你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 关键就在于就是对我们来说 当然我们看到今天咱们提到 就美国和日本都在做 他们面临很多技术障碍 但是我们作为这个 他们的邻国也好 我们不能说只是看笑话 就是我们自己也要做相关的这个探索 特别是技术上 还有工程上这个探索 因为避免我们被这个整个时代 拖推到这个后面 那么说到我们国家电磁炮的研究 其实如果外媒的消息属实的话 那么亚太地区已经有三个国家 在研究电磁炮了 这样的一个研究状况 会不会对亚太地区的平衡 造成影响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小片去了解一下 2013年6月 据媒体报道 日本陆上自卫队 在距离钓鱼岛最近的宫谷岛 完成了巴巴式地队舰导弹的强化性部署 从而提高了日本陆上自卫队 封锁宫谷海峡的能力 与此同时 在刚刚曝光的日本自卫队 2015年度防卫预算概要中 海上自卫队的预算采购金额 创历年新高 其中预算中主要构成为 大批购买P1返钱机 和建造新型宙斯顿驱逐舰 据媒体报道 2015年 日本海上自卫队预计 将采购20架P1返钱机 总计223亿元人民币 而自2008年 爱荡集二号舰 祖炳号完工之后 日本自卫队内部 要求在2020年内 建造新型宙斯顿驱逐舰的呼声 就越来越高 而且 据成这些新型飞机和军舰 未来都将用于西南方向 除此之外 在日本自卫队 2015年度防卫预算概要当中 航空自卫队最大的变化 是增兵冲绳 根据计划 原部属日本九州铸城的 第304飞行队 将增调部分F15J型战斗机 飞复冲绳纳霸基地 和原有的第204飞行队 共同组建新设的第9航空团 这意味着目前驻冲绳方向的 日本战斗机力量 在明年将扩大一倍 如果日本的电磁炮 一旦研制成功 将成为它在亚太地区的 又一重要筹码 刚才我们说到了 那么对于电磁炮的技术 美国可能对于他们来说 目前还是一个 比较困难的一个技术障碍 那么日本现在的研究 肯定是对于它来说有利可图 那么一旦日本研制成功的话 对于亚太地区会不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它电磁炮 我们假设它是用在舰上 它如果研究成功的话 近期肯定是先用于禁防 主要是防空反导 或者主要是防空了实际上 那么对于地区的海军力量来说 可能会对平衡有一定的影响 因为我们现在 假如说中日进行对比的话 那么中国对于日本军舰的 主要的打击手段 还是反舰导弹 那么我们的反舰导弹 有亚因素的日常的像以前曾经公开过的一大批导弹 另外也有比如说我们从俄罗斯买现代机驱逐件的时候 一块进口过来的超音速的像日志这样的导弹 也有我们自己研制的新的超音速的反舰导弹 这个反舰导弹照理说 今天日方的常用的防空导弹很大程度上是拦不住的 或者说拦截的概率是比较低的 但如果它有一个进防像电磁炮这个级别的进防武器的话 基本上它是应该能拦住的 因为那个东西基本上只要你能看到它 你就能拦到它 因为它不需要提前亮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它要做大口径的东西的话 它有可能将来用在军舰上做游海道路的支援 比如说它在我们近海或者像钓鱼岛 或者像台海发生事情 朝鲜半岛发生事情的话 它的军舰沿着海岸线的附近几十公里 或者一两百公里这个位置 然后反复的用比较高频率的这种方式 对对岸进行这种火力的压制 对它的这个部队进行支援 这可能性是有的 但是这个就需要刚才说的前提 就比如说它已经控制了制海权制空权 它不怕你的反射导弹 这需要一系列的前提 总的来说它搞成这个东西之后 对地区的平衡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我相信我们不会说 在它这个做不断的发展的时候 我们一直在睡大觉 所以一般谈到兵器的时候 我们都不会谈到毛雨顿的问题 那刚才说过了 这个电磁炮如果威力这么大的话 那么对于周边国家来说 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进行防御 对电磁炮来说 我们说目前它最大的弱点是什么 就是它还没搞成功了 这是它最致命的一点 从目前的发展前景上来说 很多学者或者是专家都这么认为 它目前的前景 可能比激光炮 比激光武器 前景还让人很难落关 因为它现在面临的技术问题太多 地球是太多太多了 已经搞了二十多年了 现在基本上还没有什么太大的产货 这是一个方面 但是如果说电磁炮真的按这个设想 能把它完成了 必须能够解决连续发射的问题 能够解决能量的存储 特别是快速的充电 我用完之后 我很快就能够按它有连续在作战的这种能力 这是第一 第二点 如果还能前面咱们也提到了 如果能解决对弹头的这种定位 对对方目标的这个攻击的检测 或者是毁伤的一个评估的话 能几乎定位 能几乎在一起 那么它这种能力 从目前我们现有的装备来看 那我们只能用电磁武器 对电磁武器了 我估计别的常规武器 用火炸药实弹 我们就用了500年的 600年的这种火炸药的这种武器 去对付它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日本研制电磁炮一旦获得成功 不但将有可能改变 东亚地区的战略平衡 甚至还会进一步挑战 美国对日本的领导权 不过 就在日本研制电磁炮消息曝光的同时 有关中国和美国的电磁炮发展计划 足以让已经倾斜的天平 重新回归平衡 但愿日本不要再次误入歧途 走上脚乱 世界和平的老路